约翰福音第十章 主耶稣是好牧人 主耶稣与他的子民好像牧人与羊的关系 主耶稣亲自做群羊的牧人 是群羊的好牧人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 使我们有他的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十八节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在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 三天之后复活 主甘愿为我们舍命 主耶稣有权柄 有主权 掌管一切 牧人知道每只羊的名字 神知道我们的名字 约翰福音十章三节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牧人保护羊 使羊躺卧 当羊夜间在羊圈里睡觉 牧人在羊圈外 站岗保护他们 不让豺狼野兽 从羊的门进入 偷窃毁坏他们 保护羊 免受狼和野兽的杀害 神保护我们 使我们平安 安然躺卧 主保护我们 不受假基督 假先知的 错误的教导的影响 牧人带领引导羊 约翰福音十章四节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牧人牧羊羊的生命 使羊在家美之圈中躺卧 在肥美的草场吃草 主自己是他们的青草地 好牧人也引领我们 到适合他们的教会团体 使我们灵命成长 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 喂养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灵魂苏醒 诗篇二十三篇一至三节 大卫的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 供应我们的所需 我们必不至缺乏 主耶稣是我们的青草地 是我们生命的粮 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泉 供应喂养我们的生命灵命 使我们得饱足 使我们灵魂苏醒 恢复 有丰盛的生命 牧人认识他的羊 寻找他的羊 寻回失丧的 将他们寻见 救回他们 领回被逐的 产果受伤的 医治有病的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十一至十六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将它们寻见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 散到各处 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 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也必在以色列山上 一切溪水旁边 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 他们的圈 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 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 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主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躺卧 失丧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缠果 有病的我必医治 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 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你有没有看见耶稣 对你牧人般的心肠 愿被他寻见领回 医治缠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